南無本書世家無尼佛 無上深親未妙法 八千萬劍蘭祖父 五金見聞立守起 願解如來進食義 各位法師、各位聽見大家,大家好 我們繼續來跟各位感慨我們這部 令嚴經 令嚴經我們現在講到第十四項 第十四項頭前面勝度過來 第一招 還有一支在第十三項 說令義國度生酒為義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文案中 正正在介紹這台黑漏漢 這個佛祖主持 他們可以選擇自由 以國度生酒為義 這就是在賺 我們這些路漢,他們會賺 跟他們的寬食義地 跟他們的鼻子相昏 有夠這個令力 當然就是可以在一個世界 各國的地方 去度重生 這所謂說令義國度 這個國度比較小、比較小的 就是在賺印度的當地 那如果要比較空閒來說起來 就是在這三部世界 以及十方國度 那麼我們這個國度 就是要外表 就是要說出 它的斷嚴、機制、優法 這個路漢 在這個國度中 在那補中生 當然我們有外表 到有內在 因為外表呢 非常重嚴 機制動作 優位可為 優義可穿 不是隨隨便便的出家人 這些台歐路漢 他們都已經生酒為義 我們一般對阿路漢的看法就是 阿路漢穿得這樣 離離落落 阿路漢穿得這樣 為義無情責 各位我們現在在說的 這個千義別代歐路漢 不是生性的歐路漢 他們都是儀表、莊嚴 讓他們看到就有威儀 因為他們生酒後這個為義 就代表他的寬式義地 他們的寬式義地 可以斷縮 叫作為 要若寬地呢 可以化物 叫作為義 又知 可以摧摩 自力 叫作為 因物自風 叫作為 所以為義 所以為義 不論義 不是只有說 你的動作為義 有好跟壞 不是 還要涵蓋 他的負負 和他度化中性的令力 他不單是寬式義地 他不單是寬式義地 讓人呢 可以欺負 那知道 還要分別 他 Sum 也會聽 他的動作為義地 原因就是 所以叫做,一直各地生就為義。 那麼對於很久的我們開款來說, 台歐瀏漢,生生可以現敲, 所以非當兵相時的修瀏漢, 才是正義不正常, 那種幸如古墨,心屬思思規, 沒有運用的路線。 沒有運用的路線, 就常常坐在那裡,都沒有燈燈, 那也不用什麼為義,到沒有為義。 我們現在的靈驗會上, 所說的這個靈驗台頂,是中鐵器用, 所以他不可以當機國度, 不可以丁落一月,三葉無花,六點不念, 優惡可惡,優惡可穿。 那就是,他們的定義當, 當義定,這就是在讚嘆他們的定力。 我們一個人的負負和他的定力, 應該合理說起來,有連帶關係。 這個人如果是有定力, 他的動作、機械, 就有規矩,有規律。 這個人的定力如果不夠, 他那個動向呢,就很奇怪。 譬如說,今天我們做一個出家人, 穿這支架子, 你總是不能說, 哪吹哪吹哪吹,哪吹哪吹,哪吹哪吹。 這樣子呢, 人看到的感覺說,奇怪, 那個師父怎麼會這樣, 穿那支架子, 才會這樣不為義呢, 對不對? 我們呢,如果是說, 做一個在架技術, 我們就是不穿家製, 我們做在架技術, 有說有笑, 人不會覺得奇怪了。 所以這個威怡, 也是要看我們的程度。 那麼我們出家人, 是像在這個威怡篇裡面, 都有跟我們說, 不可以隔壁, 不可以漏氣, 不可以怎麼走怎麼跳。 這很多威怡裡面很多, 就是怎麼樣? 要讓我們說, 因為我們一個人外表, 可以渡人了。 你像當初夏禮夫跟目見人, 他就是看到, 媽生BQ, 他的威怡, 所以才讓他賭來出家。 如果說起來呢, 我們沒有發疼風聽, 我們也不會說什麼, 不然我們也外表重嚴重嚴, 風感覺說, 這個師父很有聲, 他很感動, 這就是在講究, 我們出家的威怡。 這個大家的威怡篇, 你們看, 十四月頭一段, 說, 風中佛專倫妙寒慰術, 嚴情逼你風風三街, 應心無量, 杜達眾生, 發揮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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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八句, 就是要賺利他之敵用。 這千二百五十五人, 因思想金水利佛的造油, 幫助佛來轉發倫, 主佛如果說法, 它是最為替, 所以叫做發倫, 若沒有代替佛的人, 是無法推動這個發倫, 那麼這個發是怎麼叫做倫呢? 因為倫就是倫, 倫如果是因為, 它有垂電的功能, 也有溫在的含意在來, 那麼我們佛法, 可必請求一段發的倫, 這個佛法, 可以垂電到眾生, 粗生的煩惱, 又可以溫在眾生, 這樣, 倫緊, 就能夠, 出離開到, 這個分期, 在接受, 定上各地, 交到立法的避難。 這就是法倫的內涵。 你的法憲經裡面說, 說菩薩, 傳法倫, 如佛之所傳, 解國三位夢, 地中飛為減, 幾水煩惱, 逆電中無緣, 一切之為德文字, 色佛山。 這就是, 要來, 公出到菩薩, 他可以傳法倫, 可必請求佛在傳法倫, 他可以, 用到他的地位, 用到他的能力, 來, 破下現正。 那麼, 我們佛在所謂的個庭當中, 有, 佛這飛上。 你佛這飛上, 我們佛, 酒雞排, 鐵靈, 輸佛地。 好, 你起來為菩薩狀, 率佛祭佛陸佛。 下流佛, 不見面, 行修, 付流納, 頂頂, 你們都要, 當率佛祭。 所以, 他們都有, 副將的機會。 世尊說過, 來, 大地主去學講。 所以, 世尊說過的法, 他們, 來, 更好, 這些阿民的人聽。 那麼, 這種的情形, 叫做什麼? 中佛專論。 隨從佛, 對佛, 在轉這個法輪。 那麼, 這些羅漢, 是妙攬遺俗的。 這些羅漢, 每一個都會蓋在, 來接受佛的交代。 遺俗, 遺俗就是我們人, 在要往生進政, 跟他身後的重要的事, 要來交代將來。 那麼, 親像這種的情形, 我們一般就是, 都是說, 要交代我們的親人, 這樣就是叫做遺俗。 親像我們一國的國王, 他在要加平的時候, 他就將國家代俗, 來復俗給太主。 我復世的時候, 他已經發言獎金, 所以將方法理性的代俗業, 要來圍俗給這些帝主, 要叫這些大帝主, 繼續方法, 救度滅世的眾生。 各位, 什麼樣的人, 可以交代, 什麼樣的人, 不交代他去做這種工作。 方法理性的工作, 不是我們看起來, 這麼簡單的。 我們要看, 這個帝主, 有滴火, 不然沒有滋鼻心, 不可以交給他。 這個人有滋鼻心, 不然沒有滴火, 福也不會交代。 為什麼? 因為我們福, 希望你是滴地相昏。 有滴火, 還有滋鼻, 力道可以穩穩, 不過我們現在的人就是這樣, 沒有滴火, 不過他很滴鼻, 有滴火, 我們眾生就覺得怎麼樣。 人家的師父, 雖然不要說, 人家的師父對我多好, 你都不知道, 都打關心我。 人家的師父, 三、兩天, 就來我們家看一招, 就問修問領, 這就是他的嘴鼻有夠, 不然他的滴火不夠。 不然有的師父呢, 他的滴火不夠, 鼻心不夠。 師父啊, 我, 就怎麼這樣感動, 師父可以跟他說, 你這樣不對, 每次跟你說, 你都不聽, 不要哭你了。 這樣, 就是鼻心不夠。 你就知道, 他很疑似, 我跟你說, 我不能遇到這個信徒, 二十幾年前, 我問那句話, 二十幾年後遇到, 又完全問那句話。 各位, 你說眾生, 有可能嗎? 可憐啦。 你說, 我就跟你說了, 你怎麼還在問, 對不對? 他再問就代表他沒開嘛, 沒開, 你也是要再跟他解答, 啊, 眾生的可憐, 那若, 接著那點, 那點呼不起來, 都每次都在那點呼, 你就要叫他呼, 你就說, 對啦, 你這個問題, 以前就問過了, 啊, 你還不好呢? 啊, 他一定會抱歉, 跟你說啊, 啊, 沒有啦, 我是說啊, 怎麼啊? 啊, 其實他就是, 看返你這點, 參眾這種的情形, 做舒服的人, 也不可以厭返啊, 也就是, 鼻心向他呼導啊, 所以, 參眾這種的出家人, 我們佛道的交代, 他去做, 方法理性的工作, 所以, 要做方法理性的工作, 一定, 要記得有這個條件, 如今, 我們, 靈閹會上, 千義平安, 是五人, 大阿羅漢, 他們在了, 限超自由, 又, 又還可以, 應心無量, 度脫重生, 他們的地費親喵, 令各大財富, 來全法論, 來作用, 這個交法, 所以, 欠修如來, 為民, 促利, 方法, 事業, 不是一般, 的提出, 只能處理他, 新聞, 抵比, 平律, 這位的人, 不會去交代這位, 我, 要來議長, 我比較要緊, 我如果去頂下去, 你不要把我插, 我如果頂下去, 啊, 很好耶, 有夠好耶, 你們世界不丟, 跟我無事, 眾生苦鬧, 跟我無關係, 就這樣, 自己一個人, 這樣靜靜, 就這樣, 自己來擁鋼, 自己來, 自己來, 自己過好就好, 這種人, 社群不會交代, 這個人感慨, 這個人很高, 他擁鋼, 也沒去, 也沒去做業, 啊, 不去安裝, 才會不行, 因為交代, 給他頂上, 他沒有作用, 就像正常在交代, 給老大人, 你老大人, 你交代他, 你往生去, 老大人, 可以對你, 替你做什麼, 因為老大人, 自己也沒有那個能力, 所以說起來, 我們佛, 要交代的人, 一定要有能力, 地灰有夠, 而且, 會蓋在接受佛, 會威嚇的人, 所以各位, 學生, 學生, 地灰有夠強, 他可以了解, 我們的本性, 當時, 也看見我們的心, 對不對, 是不是, 他都看得很清楚, 也不用我們改水, 也不用我們便解, 你能做什麼, 不可以, 他也不可以跟你勉強, 所以, 眾生, 受傷的個性, 我們每一個人, 有一個人的個性, 有的人個性, 就這樣比較滋味感, 如果對, 不對, 他知道, 就不敢說, 不好意思啦, 人家不對, 我們要怎麼跟他說, 人家說, 人家要聽, 他知道, 不敢說, 有的人個性, 是比較急性, 嘴角, 那看到, 沒說下去, 嘴角, 老爺, 就在那裡頭, 對不對, 哈, 一聲就跟他講下去了, 講去跟對, 有時候, 也不一定對, 因為我們聽到, 信仰罵而已, 我們不完全了解屬性, 所以, 有時候, 我們也會錯誤, 因此說, 必須要賠會, 有壇, 獻。 這一種的人才會靨嘻 交代魁, 沒問人 Essa人要去做什麼, 這件事你去處理, 那要在那裡彈完, 這是我們父agua單, 會做人的宏繁, 那麼這種大俄羅漢, 各個都是聖心, 只要嘿咱, 他們沒 tuned可以去完成任務。 不但是这样,这些罗犯有什么样的灵灵 可以严正逼你,风风三解 这就是赞叹他们的解敌 严就是金心中严 正就是在指他们的心心情情无量 逼你就是在指这个解 反而来我们这边叫做戒斤 就是说你若是戒斤,就可以戒尾酒斤 戒斤之后,你就不会这样戒尾 你就会均失 所以严论的中名叫做逼宁 逼宁也反而叫做仙徒 因为你若是戒斤 你就会选择过这些过世 跟逼宁的地方 所以可以选择过非 因为这个逼你也反而叫做戒斤 因为你若是戒斤 你若是戒斤 要持定教戒和度教戒 这样才能得到严重政国 什么叫做定教戒 定教戒就是在这三性性人 他们发了释戒定 主旗可以奉辉之后的改替 那如果是度教戒 就是在这三性性人 他们发这个无流度 会恶修仙的威仪 可以收到这个天堂 这样叫做严重 严重就要心心既清静 心心都要清静 那么这个严 就可以在我们的心口出基地恶 那如果情可以在我们的心意 所以严就是叫做严谨 虽然是大戒 大戒应该是小戒也不可以悔 所以这一句情就叫做清静 不止是说自恶灵断 灵断的心 如果还未忘掉 这样不足以刺情 所以必须要断生严谋 这样方位正心 所以对于宿戒 我们可以严于度戒 这样才可以清静 那么严就是要治恶了 就是随于我们的立六二戒 情就是祝众仙 就是立善法戒 向下就是要硬心无量 要去度脱众生 这就是叫做严育优情戒 三主情戒既足 这样才叫做严情逼你 一句话里面 要做多少工作 不是像我们在想的 我们出家受刑 其实我们当然不可以 严育优情戒 严育优情戒 人家都收了很久很久 所以 定义他们的严育都成功 这是叫做粗伏 粗伏的人 就是严育伏心 严育优情戒 开始出家要来 学习受刑 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 佛经商里面说的 哇 这个严育 说起来 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规范 我们当然不能说 用这个大阿罗汉 在他的动作 来关这个繁复症 繁复的出家人 当然 还在这些大阿罗汉 还有非常非常的遥远 我们在收行的个庭中 我们就是学习 但是做不到也要知道 慢慢努力去达到目标 这就是我们的学习 所以出家要做什么 出家要上水负荷 出家就是要学说 当时 辅怎么教他的帝主 他的帝主 怎么收行 出家 如果是自己不去学习 你又出外国也没用 我们如果要去学习 自然慢慢 我们就提醒到说 世尊在世 是怎么他的帝主 勾勾都可以 整到这个大阿罗汉 定义说每个人都做成就 为什么没法 世代众生 出家受刑 才会都没成就 当然 环境 还有个人的志气 决心 不一样 所以我们不能 打造这个目标 如果我们今天看到 台阿罗汉 我们大家就跟着他 学习 选贤 输责 慢慢 我们就达到目标 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个台阿罗汉 他们严重逼年之后 应该要去做什么工作 因为我们的民旧 接着来继续跟各位 睡眠 各位听着 希望 我们大家 共同 来保持到这个方法的感受 所以 要好好 把我们提醒一下 方法非常辛苦 赞助一个方法基金 我们二六九在建设 建设的基金 接着给我们关心 这样 我们就可以一切顺利 回向 愿意出功得 重严佛政度 最无数重因 下座三度寇 六幼建文贼 适法保体心 尽处一报心 动生结禄国 南无分数 切记不得 无仪欺 南无分数 切记不得 无仪欺 中文贵